全球肾脏病发病率不断上升 但是公众的防治意识却普遍匮乏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今天主持2021年 国家肾脏日线上研讨会时表示 到了2040年我国的肾病患者可能会达到10万6千人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些患者当中 有30%是45岁以下的青年 而这可能会对国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诺西山指出2018年我国新增了8000名肾脏病患者 而且患病人数每年都在攀升 如果持续下去到了2040年 需要透析治疗的患者人数将达到10万6千人 目前我国大约有4万名肾病患者正在接受透析治疗 另外国家肾脏基金会主席拿督扎基也指出 大多数的肾脏患者都是在肾脏受损九成之后 才被诊断出患有肾病 加上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这些患者当中61%都患有糖尿病 而另外16%则患有高血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